叶峰被进重拳重脚打的如何 说到叶峰啊 作为一个S级的高手 总是有一些红冰想要挑战他哈 各种奇葩规则 这一下呢是直接进了他的CD 进CD是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他的这个重拳 还有重脚就不能出了啊 只能出清拳清脚 也就是说你想刚CD都刚不了了啊 你想打重拳清拳的一些连招 你连不了了啊 然后我们看看他打的如何 啊一个大跳过来抓啊白光 大之女 铁器啊 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重拳被进了 那你只能用白光来打他了啊 你下一打的话 有可能有一些角色拉得太远 可能就打不到了啊 但是白光的话 可以对全角色都打得到 好小葵花被刚 AB过来差点要被抓还好啊 这个球比较远啊 赚到了葵花来 摆个折 骗到对手起身 想要拉一个抓啊 错位了 但是这波叶峰没有把握住 机会下地赚球手术还行啊 哎闪上过来 踢空直接葵花 跳A站B啊 继续前A再小葵花 哎呀你看 重拳都不用 重脚都不用 再抓 白光亮下你的眼睛啊 就是这么牛皮啊 进了CD居然还是这么牛皮啊 可见差距的话还是很大的 这个鸿鸣 跟他的差距估计是就是天渊之别了 好葵花冲过来 这波战 接不上没办法啊 是一个远A 啊 射一个跳B 完了又要白光闪下你的眼睛了啊 厉害啊 还没死啊 丢个波吗 丢个波冲过来呀 直接就死了 红王来了啊 刚刚八神是被绑住了手脚啊 现在看看红王绑住手脚之后是怎么样的 好跳B过来下B然后真空骗手鸡打乱动这一下是 人家意识在那里啊 反应在那里啊 你的招人家都不吃 但是人家的招 你很容易吃下盘继续点 角落想归想学报王归 完了 哎呀还好 运气不错啊 这把差点被掏下盘 就一个战B就过不去了 你看还可以骗CD 然后马上一个正空骗手鸡 然后再洗一波头 再洗一下头 嗯 把你的头给洗吐了皮了呀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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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2 Ready go Round.2 Round.2 来 下B点一下太远了 不过近的话也接不上了啊 也这波抓的还可以哦 大猪凭借强大的判定距离啊 直接抓 逆向完蛋啊 单发缺反 卫招来 来吧 下盘三点 继续雷光拳 哎呀这就升龙了 想要关厕所也关不住啊 好看这把这有什么亮点 哎 晃一下 洗头 脱鱼皮 打乱动 完了 下盘三点 四点 卧水舒服 雷光拳 哎 跳别洗波头 脱鱼皮 哎呀呀呀呀呀 毫无还手之力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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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